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有那么一个人走着走着就被弹飞起来 出了交通事故 人死了 这个事情牵涉到赔偿就很麻烦了 你看这个视频上面 这个人就那样不飞过去了 这种事情 简直是匪夷所思 你想象不到 但是它就发生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实际上是一辆卡车 把这个线缆给带断了 带断了以后 人家这个车已经扬长而去 但是另外一辆车开过来说 正好压着这个线 压着这个线的时候 正好那个行人又从那过 所以就成一个弹弓了 一下把行人弹飞到路边 摔死 但是这个压着线的这辆车呢 它是完全没有知觉 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 事发多时 事发多时 人们才从这个路边上把这个人找到 找到了这个人再来还原这个案子 还原这个事 所以这就是一个离奇的 这么一个因为线缆 毁损造成的这么一个案子 那相应的就要找责任人了 火车司机 卡车司机 这个 线缆的拥有单位 大家在这个法庭上啊 就各执一词 基本上都想推卸责任 都包括保险公司 都不想负担自己应付的那一份责任 所以真的为这位去世的人叫冤呢 这个走的时候没好好走掉 走之后呢 这么麻烦 但是最终法院判决三百八十多万 由这几家呢分各自分摊 所以也算是给死者一个很好的安慰 但是确实走在路上飞来横祸 真的要当心了